2017年8月1日,凯尔特人巨星小托马斯,在社交平台上刷出自己的拖鞋,其中一只印有运钞车,另一只则隐瞒了美人,那一个赛季小托马斯场均得到28.9分,5.9次助攻, 他拔那一张图的目的是,凯尔特人需要用运钞车来和他续运,但是天有不测风云,在小托马斯数次威逼,想得到1.5亿顶星后,凯尔特人直接抛弃了他,在一笔交易中,把他送到了骑士换完了欧文,在骑士半个赛季的时间里,小托马斯没有了绿军防守体系的衬托,加上伤势状态一落千丈,加上影响更衣食气氛, 于是骑士大甩卖送走了他,把他送到了洛杉矶虎人,在这个夏天,小托马斯更是无人问津,最终仅仅是拿到了底心壳头去了大佛决金,人生这样的大起大落,也让小托马斯非常不满,但是他却没有仇恨凯尔特人,而是把这些破试的火器都撒到了骑士身上, 就在今天伊塞亚托马斯在安地上发布一段视频,他在视频中不断痛骂着骑士,他说道,克里夫兰就是一个两不拉屎的地方,我终于知道了布朗詹姆斯,为什么会再次离开了? 很显然的是,这是一种对骑士的羞辱,也是对克里夫兰球迷的羞辱,在这个夏天张姆斯一次年1.53亿转头忽然,而按照小托马斯今天说的意思, 似乎是詹姆斯也嫌弃克里夫兰这座城市,所以才去了洛杉矶这座大城市,但结果并不是这样,如果詹姆斯嫌弃这座城市,为什么从战果离开时,又要回到克里夫兰呢? 为什么要为骑士打破魔招带来总冠军呢? 所以小托马斯的话语并不合适,而这些言论一出,也是引起了美国球迷的愤怒, 一些克里夫兰球迷不断留言痛骂小托马斯,于是在一小时之后,小托马斯终于发表了道歉言论,他说的, 我为关于克里夫兰的言论道歉,当时我在直播,他们断斩取义是有原因的,我在后面澄清了我的那段话, 爱克里夫兰所有爱我的人,但这句话已经来不及了,小托马斯这一次的名声算是毁了, 哦